我從頭到尾都是跟你好好講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跟我修 網咖櫃台一名男子 Key Put Put對著女店員咆哮 罵得扣墨橫飛 我是客人啊 客人真的啊 你真的就在丟我是不是 在專門派出所 先叫警察過來 男子連珠炮狂轟女店員 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還飆出口 你什麼東西啊 你要不要先戴口罩 你在丟我 我沒有丟你的意思 還是你要先回去拿證件 這名男子他跑到網咖要開包廂 但網咖規定要拿出證件才可以開包廂 男子沒帶證件 硬要女店員放水通融 遭到拒絕居然大吼大叫 女店員受不了 趕快打電話討救兵 因為他喝的比較醉 那我們照理來說 我們夜班人員只要過12點以後 就會請客人出示證件 因為政府有規定 警方留下雙方資料以後 該男子自行離去 店家及該名店員證 不對該男子提告 好少的男子50歲是網咖熟客 149後情緒不穩鬧場 遭警方勸離 而女店員淡定應對 冷靜求助 展現高EQ 才沒讓事情越演越烈 記者黃翔父王 是函台中採訪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 魚翅啦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